今天的行程本來要是虛無輿路古道 但是因為一些情況所以臨時改去 霸鬥子 身後線其實是從瑞芳開始 然後主要有兩個車站 一個是海客館 然後不遠就是霸鬥子 那其實多數的觀光客都會在海客館下車 到霸鬥子的人其實是還蠻少的 深奧線從瑞芳出發不久 就從主線本開出去 然後因為沒有電氣化 所以路線的情況都非常的原始 在海科館站前面不久會經過隧道 可是隧道之後不久就會抵達海科館站 從海科館站出發其實沒有幾分鐘就到了霸鬥子站 那中間會經過一個隧道 經過隧道之後其實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 深奧線原本最長其實是可以抵達深奧站 但是從八斗子站到深奧站這一段的路線 其實目前是荒廢沒有鐵路在運行 但是有一部分轉坐休息的鐵道自行車的方式在經營 那目前整個列車大概就是到八斗子站 算是一個終點站 那回程也是從這裡開始出發 返回瑞芳 八斗子站其實是一個在濱海公路旁邊的一個小站 那目前對面是一個新的景觀橋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到景觀橋那邊去看一看 那今天的天氣其實還蠻好的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遠的地方 那這邊的遊客今天其實有一些人 但是人也不算太多還蠻不錯的 這件事情很希望觀眾能夠 甚至一定是一個小動作 一大集團 而且在一起 還有一些女子前 在那邊你等一下 在那邊你會更有可能 那邊看完 那邊換 conscious 那邊看完 看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